今天开始经过南京市就目前的停车难问题向市民征求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的计划在今年年底推出一批错失现实的停车位 并且在部分街道实行双轨制停车收费 国庆长假期间 南京市城管局长实地走访了城区主次干道以及背接小巷 停车位设置不合理 道路开挖博位减少 是目前停车难停车乱的根本原因 在调研基础上 南京计划在今年底之前推出一批错失限时停车位 所谓错失停车位 是倡议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晚间错失让附近居民来停车 限时停车位则是综合考量哪些路段 在哪些时间段可以起出车位来让大家暂时停放车辆 老板提出他哪些道路 觉得白天流量小的可以白天设的 可以晚上设的 可以单车设和双车设的 或者可以某一个时段设的 那么符合这些标准 希望老板都给我们提出来 然后我们要争取这一件 对这些提到的地方我们逐点去看 然后拿出标准进行公司 我们前期也力争想做到的 其实院校的这个停车能否就适当的开放问题 我们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怎么样有效的解决这个单位内部停车管理安全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怎么有效的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问题 城管部门也坦承 现时停放的路段 车辆一旦超时停放 可能就要属于违法停放的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